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这是一个纯文学逐渐消亡的时代 人人都在享受一个筷子 能刷短文就不会看小说 能追短片就不想看电影 最好简单粗暴地来一场 痛快的感官刺激 凡是需要花费精力的酝酿 我们的大脑都会无比厌倦 哪怕这并不算长久的酝酿 得来的是一个好故事 冬日,一个少女走近 如次的老墓园 她慕名而来 在喜爱的作家墓前停下 作家的墓碑上写着 怀念我们的民族财富 少女疑惑不解 转而捧起作家写的那本 不达佩斯大饭店 作家在世时曾说过 有一个极其常见的错误 人们常以为作家的想象力 永不枯竭 故事都能凭空出现 但事实恰恰相反 一旦大众知道你是一位作家 他们就会带着角色和故事 来寻找你 只要你愿意倾听 比如她作品里的故事 大多都来自于 他人口口相传的真实故事 就像接下来 她即将讲述的故事 在很多年以前 作家去温泉镇度假 她在山脚下的 布达佩斯大饭店 订了房间 那是一座曾经 如画奢华 举世闻名的建筑 但那终究是曾经了 在作家出去的时候 1968年的 布达佩斯大饭店 已经变得落败萧条 即将拆除 那时政治淡季 饭店里的住客并不多 穷极无聊的作家 与饭店里边 让先生熟络起来 一天晚上 作家注意到一个新面孔 一位穿着精致 矮小 精干的老者 他脸上充满 活力与智慧 但却又有一种 深沉而真实的 孤独感 让先生介绍说 他是林 穆斯塔法先生 他一度是这个国家 最富有的人 也是布达佩斯 大饭店的主人 让先生又打了个手势 让作家靠近一点 告诉你一个秘密 林先生只在 淡季来 每年至少三次 每次至少待一周 可他只会住在以前 没有浴室的 单人床 卧室里 那间房间 比电梯还要狭小 作家百思不得其解 心里充满了疑问 林先生在欧洲 有最豪华的城堡 但在这里 在他个人近乎 空置的酒店里 为何却只住在 仆人的小房间里呢 这其中隐藏的故事 深深的吸引了作家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作家一直都惦记着 这件事 直到这天 在浴室沐浴时 作家又见到了林先生 林先生主动跟他 聊了起来 他很喜欢作家的作品 闲聊之后 作家突然追问 您是怎么买下 这家酒店的呢 林先生突然 下意识闪躲 片刻之后 却又探出头回答 其实 他并没有买 至于更多的故事 林先生愿意邀请作家 晚餐时详述 只要作家时 真心感兴趣 故事还得从 很久以前说起 曾经在欧洲大陆的 最东边 有一个名叫 祖布罗夫卡 共和国的地方 1932年 布达佩斯大饭店 还隶属于 祖布罗夫卡 当时的酒店经理 还是古师 塔夫先生 他穿着精致 打扮一丝不苟 性格上 他或许是个 宁静自远的人 一人独处时 旁人绝技听不到 他在敞开的窗前 关上 银庄硕果的雪景时 发出 微不可闻的清探 但对于工作 他是 雷厉风行的 管理下属 交代其事宜 一定是 井井有条 最让人觉得可贵的 还是他与 宾客的往来 面面俱到 令人 如沐春风 因此 古师先生总是 高朋满座 这天 老朋友兼情人的 伯爵夫人 来见古师先生 伯爵夫人说 他有强烈的预感 自己回去就会死 想要古师陪他 一起回去 古师先生一听 就慌了 毕竟偷情这种事 还是见不得光的 分别前 伯爵夫人希望 古师先生 能为他去教堂 点一支蜡烛 以求平安 古师答应 一定亲自去办 伯爵夫人望着古师 恋恋不舍 古师先生 把忍痛离爱 诠释得淋漓尽致 送走伯爵夫人后 古师交代一个小门童 去点蜡烛 而这个小门童 就是幼年的林先生 快去广场的圣母 玛丽亚大教堂 买一根普通的半长蜡烛 找斯克鲁贝克林前 蜡烛点在圣安安之所里 念一小段玫瑰金 然后去蒙德尔的小店 买一块巧克力交际花 如果还有剩下钱 就给那个瘸腿的插鞋筒 林先生第一次见到古师先生 就领略了什么叫精明 却不失同情心 可古师先生却忽然发现 这个小门童有点面身 原来林先生是刚来的试用员工 古师先生即刻对李先生展开了正式面试 问及详细的工作经历 学历水平 亲人数量 和林先生的名字一样 最后各种面试加分项全部为零 古师先生有点懵 你总得给我个录取你的理由吧 林先生一脸真诚 谁不想在不搭配师大饭店上班呢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古师先生面露喜色 非常好 林先生不禁多问了一句 您曾经坐过门童吗 古师先生没有回答 就这样林先生被录取了 并在这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成了这里的见习初级大堂礼宾 住在一间比电梯还要狭小的房间里 每周工作六天 外加周日半天 从早晨五点直到午夜之后 虽然工作是007模式 但林先生觉得 古师是把他当作门生培养的 经常对他不令教会 古师说 一位优秀的礼宾 能提前知道人们厌恶什么 能提前了解顾客的需求 但最重要的是能为客人保守秘密 能让顾客放心 否则充其量只是个二流礼宾 每次说到秘密这个话题 古师都让林先生就此止步 他资深一人进入豪华套房里 欢唱会客 林先生开始意识到 为何古师先生总能高朋满座 很多贵客都是专门为他而来的 这看起来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职责 林先生也相信 古师先生乐此不疲 对于偷情对象 古师先生总是不编的 他们一定是富有年老 空虚寂寞 于公于私 古师先生出卖了身体 既换来大饭店的新龙 又关怀了老太太们 孤寂的情感生活 实在是可敬可配 古师先生还是林先生见过 最不利香水的人 油爱古龙香水 未见其人 鲜闻其香 古师先生的另一大爱好 则是吟师作对 在古师先生看来 这些优雅的信仰 与富足的人文精神 是一位欧洲生死 不可或缺的 在这不久之后 最让林先生觉得 命运眷顾的 是他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糕点店员工阿加莎 虽然阿加莎脸上有一圈 地图式的胎记 但仍然无法掩盖 他的美丽 几天后 林先生去取报纸时 发现了一个惊天新闻 头条是关于战争可能 一触即发的讨论 次条是伯爵夫人 铲死的消息 古师先生得知后 决定即刻前往伯爵府 经过一片麦田市 一对宪兵进入车厢 战争一触即发 边防正在严格排查 国外间谍 身为外国人的林先生 被宪兵要求拘留 古师先生仗义直言 可宪兵依旧不管不顾 还把愤而出手的古师先生 一块抓了起来 此时宪兵队长出现 他居然认识古师先生 随即还为林先生 签署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队长表示 这一切都是因为 当他还是个孤独的小男孩时 在布达佩斯大盘店 感受过古师先生的友好关怀 对于今天的冲突 他深感歉意 队长走后 古师先生感慨万千 看到了吗 人有已失文明的威光 残存在这个 曾被叫做人间的 野蛮屠宰场里 这些人性的威光 是曾经的我们用 谦逊温良换来的 晚上抵达伯爵府后 古师先生发现 伯爵夫人遗体前 空无一人 而在遗产宣读会上 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欢聚一堂 都期望能分得一杯羹 按照正常程序 伯爵夫人的遗产 应该由直系亲属继承 庞系亲属也可得到 小额馈证 但由于伯爵夫人生前 留下过多份遗嘱 且年份已久 这些文件的最终法律效应 需要进一步考证 而值得马上宣读的是 律师今天早上 收到了一份遗嘱附录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伯爵夫人在 临终前的 最后几个小时发出的 伯爵夫人决定赠予一幅 价值连成的名画 男孩与苹果 给古师先生 以致谢在他生命 最后的年华 给予他慰藉的那个男人 伯爵夫人的儿子德米 一听到肥水要向外流 立刻就用最恶毒的言语 诋毁古师先生 古师先生被暴打一顿 惊人劝架离开了现场 来到会客厅 古师先生发现那幅名画 居然还没被藏起来 这些人太庸俗 不识货 放着无价之宝都不认识 古师与林先生对视一眼 周围空无一人 心里在意何计 这本来就是老情人送给自己的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拿走 可下楼时 却遇见了伯爵府的管家 出乎意料的是 管家不仅没有揭发 还帮助古师逃走 并在画框里藏了一封信 古师先生也没有多想 赶紧溜之大吉 回去的路上 古师盯着画 越看越喜欢 不过担忧也随之而来 一是怕被发现 二是怕战事 一速即发 酒店的生意也会受影响 古师提议 不如他们一起把画卖了 他愿意付成交价的1.5% 给林先生作为酬劳 林先生一听 赶紧还价十个点 古师先生当然不乐意 你连画都不会画 给你十个点 我还不如给职业画商呢 这样吧 我加个附加条款 如果我去世 你将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这生意不亏 林先生欣然答应 两人当即起草 递结契约 不得不说 古师先生精明讲价的样子 像极了曾经善于经商的犹太人 回到酒店后 古师先生把画藏进保险箱 准备责任与林先生付黑石交易 可就在此时 警察来了 古师先生被人指控谋杀伯爵夫人 锒铛入狱 一周后 林先生来到监狱探视 见到了鼻青脸肿的古师先生 原来他被一个叫小粉的欲怕 打得不成人样 古师先生依然吹嘘自己的男子气概 对方也被自己打得屁股尿流 当然他和小粉也是不打不相识 成为了好朋友 看着古师豁达的心态 林先生表达了担忧 虽然律师相信古师是清白的 可伯爵夫的所有人都指控他是杀人凶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阴谋 但关键的目击证人 管家却不知所终了 只有找到管家 古师才能自证清白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管家 包括德米 他甚至派出了杀手 到管家的姐姐家寻找 就这样双方开启了一场找人竞赛 虽然火烧没冒 但在坐牢的日子里 古师先生依然没有放弃 隐私做父 在监狱里 他待人温和有礼 轮到古师先生推餐车时 他总是会不拎时间的了解 与我们的不同需求 尊重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 偶尔还会带些高点坊的蛋糕 给大家解馋 这些行为 有人不屑 也有人认可 比如小粉就觉得古师是个 慷慨的纯爷们 这话在古师看来太过动听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想他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 小粉的老大也认为 古师先生人品过硬 决定带着他越狱 老大已经获悉了监狱的地图路线 也伪造了通关文件 唯一缺的就是挖掘的工具 这个东西他们是比较难搞到的 所以只能求助于人脉通达的古师先生 望着刚吃完的糕点盒 古师先生忽然灵机一动 此时年老的林先生早已泪流满面 因为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 是他心底最柔软的区域 第三次约会时 林先生向阿加莎求婚成功 精通糕点技艺 勇敢而充慧的阿加莎 愿意帮助林先生在糕点里尝小铁锤 阿加莎做出的糕点漂亮极了 甚至让麻木无情的玉井 都不忍去破坏这精致的美好 而对于其他沉闷的物件 他们是不惜痛下杀手的 这或许是因为 那时欧洲的人文精神之魅 还没有在人们的心里彻底消散 而另一边 律师发现有一份关键文件丢失了 再加上重要证人管家的离奇失踪 这都有可能影响遗嘱的最后走向 律师觉得有必要向法官通报指示 等待事情水落石出 可心中有鬼的德米 只希望律师赶紧执行现有遗嘱 秉公执法的律师 果断拒绝了德米 最终惨遭毒手 为心中秉持的正义殉道而亡 此时 林先生也准备去接应 古师先生越狱 在这之前 林先生把男孩与苹果交给了 阿加莎宝馆 监狱里地道 终于挖通 古师先生一行人 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越狱行动 刚爬下牢房 就遭到了一个键盘侠的检举 果然是广结善缘 必有福报 古师先生一行人继续艰险越狱 就在即将大功告成 打开最后一个关口时 通过育友的壮烈牺牲 几人终于越狱成功 林先生也早在约定的井口 等候多时 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 古师先生询问的竟然是 有没有要带他特意交代的 古龙香水除臭 或许作为一个有着身世情怀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风度 可林先生竟然忘记待了 古师先生恼羞成怒 开始责骂讽刺林先生 就是一个乡巴佬 穷贵移民 这种不讲风度的行为 在林先生那个靠吃海藻 和昆虫为生的老家 或许很常见 但古师一直在教导林先生 要学着去优雅 不然林先生为什么要离开 那个真正适合他的低等穷国 而来到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在这里 林先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林先生说 因为战争 他父亲被杀害 其他家人都被枪决 村庄被烧了个干净 活下来的人都逃了 听到这里 古师先生收回了之前所有的话 并由衷为自己的卑劣言论而道歉 随后 古师和林先生踏上了寻找管家的逃亡之路 在雪地里 古师正在拨打一通电话 并向林先生故作低调的透露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我到死都不会让你知道这个秘密 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能定到 托斯卡纳的那场座位 能安排客人私下鉴赏皇家艺术馆的产品 在周日晚上也能定到多米克饭店的好位置的 这一顿不明觉厉的话语 让林先生疑惑不已 电话接通了 古师先生说 我正式请求特别服务 古师先生再次展现了惊人的人情交往能力 一个电话 全世界各地的酒店经理放下了所有事情 义无反顾的帮助古师渡过难关 就像当初犹太人遭到纳粹迫害逃亡时 受到全世界犹太人无私的救急帮扶一样 或许这也是犹太人虽然飘散在世界各地 但却能长久繁荣的原因所在 当古师继续对林先生唠叨不止时 朋友来了 办事效率极高 而且他还联系到了失踪的管家 并约定明天中午与古师会面 朋友还为古师带来了 他用剩下的半瓶古龙香水 毕竟这是古师的最爱 古师先生不慎感激 为了了表谢意 他从林先生兜里扣出了一个硬币 作为回礼 朋友相当委婉地拒绝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 古师先生和林先生终于在告解屋 见到了失踪多日的管家 他正在被人追杀 因为伯爵夫人还留有一份后备遗嘱 如果伯爵夫人是被谋杀的 那么第二份遗嘱即刻生效 将由他作为见证人执行遗嘱 正当古师追问第二份遗嘱在什么地方时 管家突然一命呜呼 杀手已经追了过来 林先生驾驶雪橇一触而上 与杀手展开追逐 一顿疯狂操作之后 雪橇掉进了坑里 古师被挂在了崖边 陷入绝境的古师 也不忘做一首绝笔诗 老天垂帘 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可此时警察依旧穷追不舍 古师先生宁愿跳崖 也不愿回去坐牢 林先生提议 不如他们骑上杀手的摩托车 回去街上阿家杀 把名画取出 卖个好价钱 然后三人远走高飞 战争在午夜打响了 派夫正被多国军队攻陷 布达佩斯大饭店 俨然已经成为军队的大本营 阿家杀趁乱进入酒店里取画 看着这浑浊不堪的场景 古师先生感看不已 仿佛从开篇 就已经动见最后的结局 这景象无异于破败的钢琴 在荒郊野岭的废墟中 勉强弹奏出悲怆的中曲 古师先生发誓 史先生绝不再踏进酒店门槛一步 可当看到陷害自己的德米进入酒店 意识到阿家杀可能有危险后 古师一人转头就背弃了誓言 此时的阿家杀已经取出话 可下楼时却以德米碰个阵凿 阿家杀马上快步逃离 德米尾随其后步紧不慢 下一个拐角 激紧的阿家杀就甩掉了德米 正当德米憋了一肚子火 无处发泄时 古师刚好从电梯里出来 德米瞬间火冒三丈 拿出手枪 对着古师先生疯狂扫射 其他房间的军官门声而出 也加入了这场混战 他们甚至不知道敌人嗜水 反正开枪就完了 像极了世界大战时 捉获混战的场景 而就在此时 阿家杀因惊吓跌落窗台 林先生奋不顾身上前营救 可不慎也飞了出去 幸好有惊无险 阿家杀也因此发现了 藏在画框里的信 至此第二份遗嘱公租于众 不出意外 伯爵夫人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古师先生 豪宅 工厂 报社 包括那间九富盛名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但发财之后 古师先生的兴趣依然没有变化 他依旧会照顾那些富有年老 空虚寂寞的情人 后来古师还为林先生和阿家杀主持了婚礼 不久后 主部罗夫卡共和国因为战争毁于一旦 古师先生和林先生乘火车前往炉次 古师先生说 他确实曾是布达佩斯大饭店最优秀的大唐礼宾 不过后来有一个人超过了他 不得不说 全靠名师才能出高途 接着火车再次路过了那片麦田 宪兵进入车厢检查 可这一次 林先生的移民身份没有得到认可 古师先生再次仗义出手 维护残存的情义与正义 可这次他面对的是残忍的纳粹 古师先生被杀害 两年后 阿家杀也死于一场流感 时至今日 谈及当年的事 年迈的林先生说 那时 人心已经沦为野蛮残暴的屠宰场 但仅存的文明威光 还在隐隐地坚韧闪耀 毫无疑问 古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 孤独的林先生接受了古师的一切财产 分别前 作家不禁又问 你常年在此驻留 是不愿意切断 与古师先生 以及那个消失的文明世界 最后的联系吗 林先生说 并不是 我仅仅是为了阿家杀 为了缅怀我和妻子 曾在此幸福地生活过 虽好景不长 而且说老实话 我觉得那个美好优雅的世界 在我第一次去到布达佩斯大饭店之前 就已经消失了 但不得不说 古师先生用不凡的优雅风度 维持了那个世界依然存在的幻觉 在那之后 作家乘船去了南美洲 开始了漫长悠闲的治愈之旅 年老时 作家又说 那里确实是一片令人着迷的废墟 但我却未能再见他一面 又过了很多年 少女捧着那本布达佩斯大饭店 不难理解他看得半知半解 正如屏幕前的我们一样 因为文化发生了断层 那些灿烂的文明 人性的光辉 以及优雅的情怀 都被寒风吹散在空中 再也无迹可寻 布达佩斯大饭店 是韦斯·安德森指导 2014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获得第87的奥斯卡 9项奖项及提名 柏林国际电影节 最佳影片 金球奖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因为关于这部电影的解析角度 多种多样 所以在展开影评之前 事先声明一下 以下观点 仅在这部电影的范畴里 进行讨论 而且仅仅属于 观影之后的个人感悟 不一定正确 也不一定全面 影片内核讲述的 其实是欧洲传统文明的衰落 古斯先生代表的是 精明善于交际 同时又富有同情心的 欧洲传统文明信仰者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个地方 他用一己之力维持着 欧洲传统文明的样貌 他是效率慢的 是敬畏审美的 是优雅且无畏的 是崇尚人文关怀的 是讲究人与人之间 直接连接的 一个真正的身世 就应该像古斯先生那样 一丝不苟 井井有条 只书知信 热爱诗歌 优雅精致 一诺千金 同时 发自内心的欣赏 并尊重女性 古斯先生 这个欧洲文明 最后的布道者 在经历了迫害 践踏 遗弃之后 也断开了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连接 至此以后 不仅是欧洲文明 在世界范围内 文明都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人们极尽追求物质 追求效率 追求刺激 快餐文化 野蛮强权 投机欺骗成了世界的主流 优雅被贬低 诗歌被丢弃 女性被误化 我们的文化不再拥有底蕴 有的只是浮夸和过躁 粗俗和浅显 今天的文字 明天就会被人遗忘 经不起推敲 更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冲刷 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文明 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大的谎言 正如作家在最后说 那里曾经是一片令人着迷的废墟 但我却未能再见他一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